尊敬的主义法师 主义同修 主义护法 尊敬的我们正居士 大家早上吉祥 阿弥陀佛 今天 在借这个 大佛二的姻缘 再来跟大家 做一个简单的学习 学习佛法 也是一种教育 所以 如果 讲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 多多批评 我们这一次的学习 就是要来继续 跟大家来报告 如何 让我们这一生念佛 特别是代业 能够顺顺利利的 代业往生西方净土 而 到了西方几个世界呢 获得什么样的福报呢 这个就是要跟大家 做一个简单的 学习 所以如果有 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请你们多多批评 好 首先呢 我想跟大家 先讲一些 鼓励的 我跟许黎金总协会 可以说 这个园呢 非常有特别 而且这个道场呢 就是依我们师父上人 一些理念 来去利益 我们念佛的人 所以你看 一年 念佛啊 都不中断 你看 没有听说我们 学习金总协会 这个星期放假 不念佛 没有听说过的 师父没有了 我不知道 我以前到现在 没有听过 这个放假 休息太累了 没有 没有听说过的 所以我对这个 斗场呢 喜欢 现在又加上 每天晚上都有念佛 这个是讲心里话 不是讲那种 还言巧语的 不是 我们学佛的人 一定要讲真语 不能乱讲话 不但念佛不中断 而且讲经不中断 甚至于有时候 请法师来讲经 你看 你看以前我们做三十几年 一年顶多两次 现在加了至少四五次 这个有特别的一种特色 最难得的呢 最难得的呢 最难得的就是 最近啊 我们的正态的期情 每一个礼拜三晚上 礼拜三 星期三晚上八点半到九点半 有开了一个特别课 上课就是 如何去认识佛教 这个很重要的 希望大家欢迎加入 特别对于一些初学佛的 但是呢 你不能小看这本书 虽然看起来好像很基本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真正去了解 对于这个佛法有正确的观念 你对这个佛教 你是不会有得到利益的 不要说得到佛教的利益 连你念佛都没办法得到利益 不要说得到利益 清净心也免谈 连清净心都没有 你怎么能够往生西方级的世界 那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师傅呢 以前在这个印尼大学啊 都在讲这一本 因为大学生都是知识分子的 高等的知识 而且认识佛教 对于这些知识分子很重要的 不能小看他的 真的 甚至于等一下我要问你们 你们怎么解答 如果你真的能够解答出来 那你是真的写佛了 很多人以为说 我烧个香 买个水果 来供养 或者拿着念珠 送一部经 念着做 或者我们来到这个佛堂 拿着木仪 敲个大庆 或者我们坐下来 念阿弥陀佛 那个是佛法吗 那个是佛教吗 不一定 甚至有人啊 会问我 说师傅 佛教是迷信的 甚至于在佛教当中 在宗教里面是最低级的 多神教的 甚至于有人也会问我 我曾经遇到一个护法 他很喜欢做善事 但是对佛法一窍不通 他甚至于有问我一个 问过一个问题 他说师傅 释迦牟尼佛馆的地区 有多大 释迦牟尼佛馆的人 有多少 释迦牟尼佛也不是当官的 也不是政治家的 释迦牟尼佛 他的精神是在教育 就是教育我们这些众生 这一类的众生 这一类的众生的范围 有多大呢 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 这个教化的众生的地区 范围有多大 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用现代化来讲 是多大呢 有没有人知道 可不可以跟我讲 有多大 有没有人可以说 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就等于用我们现代化来讲 一千个银河系 一千个银河系 换句话说 在这个宇宙上 只要在这个所有的星球 只要有生物 有生命 有人类 就是释迦牟尼佛 教化众生的对象 你说 这个范围大不大 很大呀 所以很多人把佛教 把释迦牟尼佛当作 一种权威 好像做皇帝一样来看待 不是 他是因为教育 那我们想问大家 什么叫做教育 这个很重要 你今天念佛能不能得到利益 这个关键在这个地方 那我问大家 什么叫做教育 这个我们今天 非常难得 借这个姻名跟大家讲讲话 给大家做一个概念 让我们学佛能够得到利益 让我们念佛 才能够得到利益 那我今天问大家 什么叫做教育 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 49年 共有五量无边的法门 这五量无边的法门 大家有没有去留意 有没有去注意一下 我们念佛念了这么多年 释迦牟尼佛最重要是讲什么 没人跟我说 释迦牟尼佛的教义 而这个教义 释迦牟尼佛最主要的 是讲什么 有没有人知道 请大家讲出来 跟师父分享一下 宇宙人生真相 当然啦 宇宙人生 这太大了 什么叫宇宙人生真相 我也搞不懂 什么叫宇宙人生真相 莫迷开悟 怎么开悟 那我们开悟从哪里开始 因为佛法 释迦牟尼佛这五量无边的法门 它一定要有一个中心 这个中心是什么 它一定要有一个中点 一个点 从这一点开始慢慢的发展 这些对知识分子的人 一个很有很大的兴趣 那释迦牟尼佛教育 这五量无边的法门 而四十九年 都是为哪一个为中心 一个字而已 哪一个字呢 就是讲我们的心 要记得 讲你的心 就是讲我们这个众生的一个心态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什么呢 释迦牟尼佛说 一切众生有病 你看哦 那个释迦牟尼佛直接了当哦 他没有 拐弯磨脚 他直接了当就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有病 是不是 你有没有病啊 你们有没有去发现这个问题 不但我们身体的生病 最主要的是讲到 一切众生心灵里面有生病 那我们的心有什么病呢 因为这是关键 如果你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呢 你怎么念佛是不可能得清净心的 你怎么念佛 你也不会往生西方尽头的 是没办法的 你连这个道理你都不知道 我们的心病是什么呢 很多贪心 厌恨的心 称慧的心 愚痴的心 傲慢的心 看不起人家的心态 对于圣贤的教会 有一种非常严重的 怀疑的心态 还有基督的心 杀到邪影的心 妄与其以恶口的心 不善的念头的心 还有自私自利 明文立养 五亿六成种种的心 非常多啊 你想一想 如果你们要把这个解决问题的话 你能不能得到清净心 你能不能往生西方尽头 是不可能的尊敬的这位同修大德 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 但是有多少人 能够明白这个世上呢 所以很多人呢 一般的人除了生活 追求 享受 欲望 天天都是从外面去追求的 以为外面的世界 能够得到幸福美满的完满的世界 能够看得到吗 看不到的 外面的世界 你要找外面的世界的美好 是找不到的 你看现在的人 生在富而不二 贵而不安 你天天能够活得快乐吗 你看看你们自己 你快乐得多还是苦得多 不要说别人 看看你们自己都知道了 你想一想 你的生活里面 很少人冷静下来看看内的世界 很少人知道内的世界 那个完美的世界 比外面的世界更美 很少人 都是常常外面的去追求 但是没有冷静下来看看 你的内心的世界 那个才是真正的完美 你想要找到幸福美满 你要从你的内心的世界去发出 外面是找不到的 但是你的内心的智慧 内心的完美的世界 它怎么样去发挥呢 你一定要经过这个教育 而这个教育一定要有一个正法 要有一个正知正见的 如果今天你看我们这个 说佛世界你看这个时代 写之写见的多 特别你要找到一个 有正知正见的法师 你才能够得到你这个完美的世界 如果你找到一个写之写见的法师 你所得到的就是写之写见 就是那种歪魔 外道的 你不会得到的 所以这个佛法里面 交易非常的重要 所以那个我们的正太 请我来跟大家这个礼拜三 我很喜欢 欢迎大家 有空可以来加入我们的一部分 可以一起来学习 说实在 我们都许许我们师父上人 我们法师走到哪里 就是要学习员 不能叛员 有人请我们就来给大家讲 没人请我们就好好念佛 过一种平平淡淡的生活 好好念佛 将来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比什么更重要的 在一切事 在一切事 对一切人 对一切物 能够尽量避免不要去计较 不要跟人家对立 许约而不叛缘 什么样的 比这个更好 所以尊敬的对同修大的 能够懂得学习放下的 也是一种幸福 这个是我自己的认为 因为这个生命太短处了 人生太短了 今天我们能够遇到这个法门 能够闻到西方极的世界 无尽的庄园 无尽的美好 我们许远就好了 真的许远 不要跟人家对立 也不要跟人家斤斤计较 好也阿弥陀佛 坏也是阿弥陀佛 善也是阿弥陀佛 恶缘也是阿弥陀佛 顺利也是阿弥陀佛 匿迹也是阿弥陀佛 你看这么好的人生 为什么要把它变成 活得很辛苦呢 你要懂得 这个是简单来为大家说明 那今天呢 那今天呢 是我们的佛二 今天是我们的佛二 刚才跟大家分享 大家明白了吗 我们的佛教 最主要是教什么呢 就是你那个心 一切法为心造 所有的万物 都是从我们的心 而开始的 所以释迦牟陀佛 讲经说法 都是讲这一个 才会有今天 称为八万四千法门 这八万四千法门 都是对着我们的心 我们的烦恼 我们的习气 所以佛教最主要的 这八万四千法门 都是饶着这个心 而慢慢的发展出来的 怎么样 让这个心 真的得到清净心 明心 见心 大策大悟 这个就是佛 教学的目标 教学的重要性 对于一切众生的期望 那今天我们念佛也是一样 你的心如果没有阿弥陀佛 你的心如果没有阿弥陀佛 你的愿 你没有阿弥陀佛 你念佛是没办法得理的 所以一切法为心照 以心的开始 那我们今天佛二 一般在道场 一般在道场都是做佛器 做佛器 那这个佛器的起源 大家都知道 那为什么我们要做佛器 有一般会做佛三 或者佛二 或者佛五 那我们为什么要打佛器呢 它有三个目标 要三个目标 你看阿弥陀经不是讲吗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佛器的起源是怎么来的 就是阿弥陀佛在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弥陀经里面告诉我们 若一日若二日 就是说告诉我们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闻说阿弥陀佛 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 得一心不乱 即得往生阿弥陀佛 极乐国度 所以今天我们念佛打佛器打佛二 没有别的 就是要一心不乱 最主要是在这个地方 只要你能够在七日当中 你能够专念这句阿弥陀佛 你就能够得到一心不乱 所以念佛首先要先学习什么 你要一心不乱 首先你要学习先学专 专注这句名号 专心在这句名号 你才能够打到一心不乱 所以学专很重要的 你念佛的时候 不能胡思乱想 三心两意的 可在念阿弥陀佛 你的心胡思乱想 想到那边 想到这个地方 想到那个 想到这个 没有好好把这句阿弥陀佛 专专心心来专注这句名号 你怎么能够得到一心不乱呢 一心不乱用我们 神以玄壮大师来翻译 一心不乱是绝摩罗斯大师翻译的 以玄壮大师而所讲的 就是得到信念 这个信念是什么 你的心 就是跟阿弥陀佛相应的 除了阿弥陀佛之外 我什么都放下 我执着这句名号 我什么都不要 我好好地念佛 我这一天里面 我这个短短的时间 一日一月 我好好地专注这句阿弥陀佛 就能够得到 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在 佛说阿弥陀佛 你能够这样的修持 你就能够得到 而得到一心不乱的果报 将来你就能够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换句话说 自由自在 生死无有挂碍了 就是生死自在了 所以今天我们念佛的人 一定要知道 目标念佛的目的 就是这一个 打佛气 因为以前我们就是随缘的念佛 有空念佛 没有空 就不念阿弥陀佛 所以得到的效果 是没办法 所以以佛气 这个精神 佛二 佛三 佛五的这个精神 让我们这个心 真正能够静下来 万一方向 抓住这句名号 然后念这句名号 你就能够得利了 那我们有没有得到利益呢 有没有呢 为什么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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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不钻嘛 是不是 你想一想 你是不是这样 所以真的 一切法门中 首先你必须要先学砖 你学砖 你才能够得异性 不然的话 你是没办法的 所以 大师之福在 眼通章里面 讲得非常的清楚 敬念相许 不令间断 所以 砖 那个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念佛 应当要怎么念呢 弥陀经讲得很详细 就是要具足三种 这个条件 就是三之两 有信 有愿 有心 你必须要具足 深信 却愿 你真的用功 努力 精进 念佛才能够达到 一心不乱 才能够达到 我们所讲的 往生西方级的 世界的目的 这个就是我们 伴佛七的起源 伴佛二 佛三 佛五的起源 这样跟大家简单 来为大家鼓励 不要浪费时间 因为我们的生命太珍贵了 再加上能够遇到这个法门 非常难得 你不好好应用这个时间 好好应用你这个好的身体 这个身体趁我们健康 好好来修行 将来我相信 你们会得到 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 起码 将来不到西方级的世界 我们也不会躲在三二岛 那接下来 就是要继续跟大家来说明 要如何能够这一生 遇到这个法门 顺顺利利能够待业往生 而一旦往生西方级的世界 偶尼大师在《弥陀要节》里面告诉我们 是什么样的国报呢 这个福报是什么样的福报呢 我们看下面 上个星期呢 我已经简单为大家说明了 就是说这个法门的特别 建立在哪里 就是能够待业往生 一切众生 无论你造什么样的业 无逆时恶 只要在那一念当中 或者我们在对于阿弥陀佛 能够真正相信 相信而一丝好怀疑都没有 你就能够待业往生西方级的世界 那第三点 人一到西方级的世界 偶尼大师是怎么说的呢 就是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 一旦往生西方级的世界 就能够得到不退转的菩萨 不退转的菩萨 就是我们一般的经典所讲的 就是阿维悦志菩萨 尊敬的最统修大德 阿维悦志菩萨这个身份 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 是每一个人学佛的梦寐 的愿望 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 你看你想一想 你自己一贫无名烦恼未断 又一个凡夫 连那个出国虚头环 你都比不上 只要你往生西方级的世界 你就得到这个阿维悦志的菩萨 这个福报是从哪里来的 给大家看一下 那一张刚才的那一张 对 你看 这个福报不是自己来的 都是阿弥陀佛本愿的加持 如果没有阿弥陀佛本愿的加持 是不可能的 下面会跟大家解释 什么叫做阿维悦志菩萨 你听懂了之后 你会发现 如果这一生 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往生到西方级的世界 真的你的亏真的吃得太大了 所以为什么偶尼大师在这个地方特别强调 告诉我们你要相信这个法门 因为在一切法门当中 在死方一切诸佛国土是没有的 而且这个就是叫做什么呢 说明西方级的世界跟一般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不但不一样 而且超过超觉 再找不到了 没有了 已经没有了 唯独在西方级的世界才有 所以尊敬的这一同修大德 从这边我们来看 你就了解了 很多原因为什么十方诸佛国土 没有一尊佛都不劝导的 只要你能够往生西方级的世界 你就能够得到阿维悦志的福上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佛说阿弥陀行 我们看下面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佛说阿弥陀行 告诉瑟利伯尊子 他怎么说呢 请额掌我们一起来念 极乐国度 众生生者 皆是阿弥陀俱 请放上 你看哦 这个是释迦牟尼佛所看到的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造的什么样的业 只要你能够往生到西方级的世界 你就是阿维悦志徒上 你就是阿弥陀俱 众生生者 众生生者的意思就是说 是指十方一切的众生 听从他的老师 就是他的本师 像我们在这个Sofo世界 我们的本师是谁 就是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劝导我们 你要发愿 往生西方级的世界 你生到西方级的世界 释迦牟尼佛就告诉我们 皆是阿弥陀治 阿弥陀治是印度文 是古印度 翻成中文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不对转的菩萨 你想一想 不退转的菩萨 什么叫做不退转 下面会跟大家讲 是哪一种不退转 而这不退转有多个 大家会跟大家说明 所以保卫大师告诉我们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 无论你是从凡胜同居土 或者你是下下品往生的 造了这些造业的众生 无力使恶的众生 下下品的 一直到时报 装原土 通通多时 阿弥陀治啊 什么意思呢 只要你升到西方 起的世界 没有拐弯磨脚 直接了当 你就是达到了 圆满正的三不退 这个三不退 你看看下面的解释 你就知道了 每一个菩萨的梦寐 我们学佛 每一个人都希望的 所以真的 你看了这个解释 注解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 人这一生 不到西方起的世界 你的贵真的吃得太大了 所以我们不奇怪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 连续的四次 在佛说阿弥陀经 劝导我们要发愿求生西方 那我们来看一看 什么叫做 这个三不退的菩萨 这个三不退菩萨的身份 是什么身份呢 它的地位是什么呢 就是七地以上的菩萨 什么叫七地以上 用现代话来讲 就是等觉菩萨的身份 等觉菩萨是后补佛的身份 大家一定要知道 一般我们见识烦恼 沉沙烦恼断尽了 破一平无名 正一分法身 你才能够正的 原教出主菩萨 你能吗 你醒吗 而原教出主的菩萨 距离我们七地以上的菩萨 有多远呢 下午再跟大家来说明 因为 等一下我们要念下 下之那个 念佛 刚才念的是上之相 下之相 十一点我们要过堂 就是说我们要过五不时 这个就个简单来为大家说明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最主要的 我们一定要知道 念佛的精神 学佛的重要性 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只要你能够明白了 你学佛就不容易退心 你念佛就不容易退心 你会懂得怎么样去精进 勇猛 勇功 因为只有勇猛 勇功 你才能够真正得到 将来 你的方向 你的目标 这个就是简单了 来为大家说明 下午 我再跟大家来 分享 今天如果有这样一些 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批评 多多指点 希望大家 我们一起来念佛 一起来用功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